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泰坦可能好一点 因为不敢让NOVA去九桶泰坦一起选中路可以出 是的 这样的话泰坦该闻 这样应该是泰坦该闻 不会来个变态的 我觉得这首我也不出上单 你拿哪个 我拿另一个 这么狠吧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狠了 那我觉得TT盖伦优先极高啊 前两楼反正是必出的 你看 前两楼是必出的 这个不拿没道理 对啊 这我觉得这个盖伦这首应该也是在NOVA考虑范畴里面的 嗯 那对于NOVA来说应该是一个鳄鱼加上 鳄鱼加ID吧 嗯 鳄鱼加那个EZ吧 鳄鱼加EZ 是 鳄鱼加EZ应该是最本的 我看鳄鱼加EZ这个选择应该是最舒服的 是 那这首TT的侠要不要选哦 鳄鱼加EZ的侠 呃 但他选侠 只要有一个挺搞的 就是感觉克里斯玩这种自保能力都很强的英雄 还是出现给机会的一个情况 先选个泽力 一会儿可以再摇吧 是 对吧 实际上下路就是跟我前面聊的那种 就下路就跟你打巴鱼 不跟你打碰撞 我们就围绕上中原去做更好的VP 我在想一个问题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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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可能去搬鱼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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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有搬鱼的空间 因为诶诶诶 其实在前中期的对线 对线期会给到SKY满大压力 因为起码 就虽然杀不了 但他对线玩的会很难受 嗯 就主要是如果诶诶 还让SKY选吸血鬼的话 就一定要搬诶诶 哦 是的 因为那个对线真挺难受的 像周周那样的出装 其实完全不给机会 呃 听见这首应该也搬隔温吗 感觉可以 应该还是隔温吧 应该还是隔温 哦 我搬吸血鬼 就是觉得自己的阵容不怕隔温吗 他们会不会接着下来抢隔温 但我觉得抢隔温没意义 不知道我看来可能抢 呃 确实这现在没有那么好去抢隔温啊 啊 你抢隔温呢 有一种可能 你打野后面 你打野后面是人马 对 你打野后面人马 但人马左边也可以选啊 对的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比较大的地方 就是如果说你现在 哎 果然半路西安 半路西安了 考虑到这个问题 中路压力大的问题了 那这里只有几种 如果抢了隔温 左边拿人马之后 这个九桶窑去打辅助 那中路 左移了 那只有左移了 对 而我觉得是TT他们现在啊 他们现在泰坦的位置还不太确定 这个就确定了 对 泰坦现在应该是确定走打野了 因为中路配的是一个永恩 就刚刚那种情况下 TT应该还是要把中路的占比 中野的占比给提高 是的 因为对于诺马来说 现在他无论出怎样的一个中野 其实在面对 永恩加泰坦的情况下 是很难打对线的 对吧 是很有压力的 是 你要么就硬出杰斯 然后打野是九桶 然后你现在辅助去 哦 对 只有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能玩 但问题在于 这个中野是不能被先手 对吧 这个中野一被先手的话 是肯定打不过TT的中野的 那现在TT 最后一手辅助的一个选择 呃 九桶被抢了 看SMY加里奥 还是说女坦 就简单来说 TT这个中野是定点秒杀流 泰坦大招只要把你给搞 搞得飞起来了 就是 后面一个控制伤害 必把你秒了的 是的 最后也补了一个大树 加强了一下自己打团控的一个能力 那这样两边的阵容 敲定下来我觉得 同样发力骑士有点有点相似的 发力骑士有点相似 只是对于诺马来说 他们这个阵容打阵地战能力 更 需求要去打阵地战 是的 对吧 他们一定得打阵地战 不打阵地战完全打不过 而TT的话更多是他们 找机会能力很强 小白加上SMY 一个大树 一个泰坦 配合上永恩的控制和盖伦的 定点斩杀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在这种 铁桶阵或者阵地战的阵容 去撕开一道口子的 对的 哦 这把两边BPA 挺极限的 可能在我看的博弈博弈的都挺好的 而且选到这个阶段 也算两边都能接受的吧 只是说对于诺马来中野压力可能会有点大 因为前面你必须得压线 你压线的话就有点容易会被抓 是的 嗯 只能说 对吧 比起刚才还是有点阵容调整 嗯 这手卢线我觉得翻的 其实还是给中路缓解掉一点压力的 是 反正卢线太吓人了 卢线真太吓人 这中路给你压的完全弄不了啊 嗯 就是想的也挺明白 嗯 这把选下来 两边可能更多而在团战里面分胜负啊 啊团战里面分胜负 不过对于两边的第三局来说 可能在对线期 可能要想清楚一点 不能再给机会了 是的 对吧 因为上一把 努瓦在对线期吃的亏有点太大了 对 而对于TT来说 他们这个纪律性啊 能不能够在这一局再上调一点 嗯 反正现在这种盖伦这个代法 这不灭一级学一技能 然后带一个胶 啊 这SKY又玩这个 他想一级 只要你打蓝 我上去就直接敲你一套 嗯 之前SKY就这么玩过 对 那小白这把他的开业思路 哦 还好没蓝开了 我只说蓝开坏了 这里又要被阴了 蓝开估计要打闪了 他一级就会降着杰斯 而且他带火嘛 嗯 一级一套会可以直接打打野闪现 甚至你不叫闪要你命的 是 直接会断打野的节奏 这样的话会让自己家打野空刷和蟹 就SKY之前玩过这一手 而且是有效果的 对 上来直接是把虚弱给打了出来 那现在SKY利用了杰斯这个英雄的特性啊 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 就两边中路都是懂拿优势英雄去给对面中路上最大压力的 嗯 下路的这个对线确实 TT只能归着 嗯 只能在这里发育 哎 顶到了SKY SKY2技能顶 呃 直接抵消掉了浪鬼的吃野冲锋了 对 这个SKY的反应是比较集中的 呃 两边其实在对线期都是刷钱的情况下 什么时候有打野的介入就很重要了 SKY这里被白点了 哎 好多下呀 这赶紧往后绑 挂点燃了 再一个E技能 呃 等这个重伤debuff结束了再去吃果子 哦 前面SKY又很坏啊 他是提前预判了往后奥数月星期想把SKY带回来的 结果SKY绑的是个小兵 是的 他绑小兵跑路啊 他往前绑自己包死的 枪转激光 打一套消耗 这兵线越不了 是的 这个兵线越不了 啊 大树兵英雄毕竟有续航啊 嗯 哎 上后两边打到一块儿去了 都到了 选量挺低的 然后杰斯在往上 哦 抗了一眼 没有选择过来抓 小张这把还是挺相信自己的手法的 所以也不会去抢盖轮 就把九筒拿了下来 这把鳄鱼的对象 对象还不错 就前几分钟看下来是蛮不错的 是的 但是当然这把两边的打野第一次都还没有发难啊 泰坦和九筒的第一波节奏都至关重要 九筒是准备往下靠 然后泰坦想在中路找机会 呃看一下小白这个位置 来了 大了大招 直接逼闪现 反应很快 反应过来 这不交伞必死我只能说 不交伞没了 不交伞回去买装备了 就这步但凡你没反应过来 就得没 嗯 接狗子接被动 接封城绝念伞 就是一套不解射连刀 说实话 其实这步最好的选择感觉不是大闪 就感觉还是先 三下路 哎呀 没了没了 两边打也就第一波呀 是 就拼第一波 就拼第一波呀 第一波谁抓住机会了 谁就好了 但确实你在 哎 大招起手直接过来留 有机会当上 应该是没闪的 看下周周 周周也没 周周周也交了一个闪 但这周周周 有风应该是能走吧 有风 而且要把你吹一下 完了走不掉了 新的 这边还要再被追 他俩过来掩护一下 那 初期这一波又被挪抹起接受了 哎 感觉这一波 后面伤害是没技能了吗 是没技能了 哎呦 如果有技能的话 感觉去强换杰斯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吧 就周周可以强换 他可以闪现追嘛 因为他闪现跑路了 对 因为他别人看到人来了 就跑不掉了 说实话 感觉有点亏损最大化 这波感觉有一点点亏损最大化 嗯 因为这样让 就两边都是这种 节奏型野河 尤其九筒 这种 又补了一个头 确实 现在也换线了 诺娃占领了一丢丢的经济领先 不是很大 但他们这波第一波资源团啊 诺娃这个阵容是更厉害的 我感觉 因为泽力完全是没声音的 属于 还好 依然现在也没有成见 现在的AD差距 其实也就在英雄出息属性上 小白 打断了一场球 直接被秒了 哇 这样小白被秒了的情况下 那第一波资源团已经是很难打了 怎么说痛苦面具的转移数 没问题 刚才那把我前期让你痛苦 现在我让你痛苦 先锋再拿 诺娃这把节奏已经有启示了 不能让诺娃这个阵容先占位置啊 对吧 诺娃这个阵容先占位置 我觉得太厉害了 而且TD是那种 TD这个阵容 尤其是他们这个阵容 也得在侧面找机会 想回来找一下星斗 星斗这里是没闪的 星斗交一个大招 炸残了对面的人 而且还能把对面的人给秒掉 小白刹中一点血 一个齐力成锋 配合上队友的伤害 SKY拿到了双杀 这把我感觉 NOVA要把TT也打花了 诶 这边谁会最挂虚弱 傲出一圈 呃 中塔直接就没了 中塔掉了 维星想站出来 转圈圈 一拉超带走 拿到了杀档 600块 但是现在自己的位置 也有点危险 后面得看浪鬼 还能粘得出人 感觉能粘得出 小张也来了 维星 维星再加上一个闪现 队友来救一下 走位扭开的精准弹幕 还得是维星啊 维星这波站了出来 而且侧面 所有的位置有点危险 所有被顶了回去 但是队友不在旁边 小张摇摇是一个前排 小白想要很低 维星又来到了 正面的一个战场上面 但是他面对一个 维星感觉可能也要打 我有一桶双吃 天呐 哇 这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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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直接欢迎颜色 六分钟五千金级领先 啊 周周周周周怎么说 周周不想给 不想给的 又把命给我给了 哎 周周想到英雄吧 可惜思绪啊 心都锁住了 差一点点SKY 下一个加强炮 很重要 往前走 先A一下 再一个加 没加强炮 可惜 有点小尾 主要乱战了呀 这打打了怎么乱战起来了 这波九级大鳄鱼的威慑力太大了 而且对T来说最重要的是 本来最该有战斗力的盖伦 前面是跟对面换了一波状态和技能 这波盖伦是没有状态的 所以T不应该在这个位置再打了 而且周周一是不在正面 被打的直接没声音了呀 嗯 嗯 现在Nova 起势很大呀 主要野区对位差的有点太多了 就这个说实话 出气有点崩 嗯 这个是有点崩料了 五千经济差 现在星斗在后面给SKY当保镖 而且杰斯加总统的一个爆发可以秒任何人 大招过去 这康空接大了 秒了 帅师 能走得掉吗 牛打 大杀空了 但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还是 SKY过来包补了 然后这类冲锋 撞一下泽利叉的花火 过来这把中统收了 收了中统的话 盖略夜刀的这边杰斯基睦也出问题了 杰斯突然一波被打回来了很多 这波星斗全责 是的 这波星斗真全责 星斗这个大 不是对面没闪玩啥预判呀 主要这个大炸完他把杰斯 把杰斯的位置给卖进去了 对的 杰斯那个闪现过去 必死的位置 智雷冲锋直接被大树给推开了 现在两个人 想推上塔 想推上塔拿进去 但是卡住身位不给你推 这波有点 有点不应该 这波直接被反打回去了 打回来了好多 2000经纪 主要则利拿头了 则利现在经纪已经跟EZ平起平坐了 这真是被打2000经纪回去 嗯 现在两边其实都不能犯失误啊 两队在找机会的能力都非常强 下路又是一个狗子 直接把杰斯给秒掉了 星斗再次阵亡 两边追到二打二 你让TT先手的话就是这个结果 是 这就是这两个英雄的魅力 上路上辅也是在这里打麻将 叫羊啊 叫羊啊 这不能秒掉吗 我感觉秒不掉 这纯肉搏战 对啊 起来技能全空 肉打肉 这上路这俩兄弟在干嘛 马虎像赛马吗 刷伤害 这纯在那边卡 刷伤害刷成伤刷 下路下路啊 SKY 哎肯定 没闪到狗子狗空 肯定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啊这TT TT打回来了 起誓啦 这五分钟打下来 我觉得TT至少是打回了大概 可能账面上面只有3000啊 但我觉得场面上面整体看下 应该打了个四五千回来了 而且就是这样来看 那TT现在的劣势其实就在于中路这个塔上 对 哎呦这波 行 只能说 有人上当了 有人上当了 星斗哲接连两个失误挺要命的 这个真的是有点要命的 现在可能这两面选手都得冷静一下了 尤其对于NOVA来说 因为本身最有优势的中野现在完全被打了回来 枪杀不是很大 哎这个阵容其实打到中期啊 TT这个阵容有一个有一点领先领先在他们的编带 是 就永恩这个英雄编带 其实让NOVA挺头疼的 嗯 而且现在EZ也没有领先责力巴育 又来了又来了 给上一个大招 挣起了小张 一个大 还是P死了 再一个大招 行 违心反应很快 啊 星斗其实这段时间的问题出的有点大 有点迷了 是的 这连续断了两波大节奏啊 三波吧 这波还不小张 三波是的 小张又受到影响了 这上路塔推掉 现在经济只差两千了 哎这条龙怎么办 这条龙 现在小张还有一定的复活时间 这两千的经济差距 只要不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下 现在真的就没什么经济差 而且你看这个经济差 全在辅助上 对 这等于是没经济差啊现在 两边经济从现在装备来看是平的 NOVA这个阵容还是得先占位置啊 但他们上路线真的很差 上路线已经到蓝色方的二塔出了 所以他们这部团得速战速决 正好位置看他们能开起来 星斗是有大招有闪现的 拉一个精准弹幕 我看到对面的两个人 就是在侧面先找一套鳄鱼 盖伦来到正面了 TD可能得让出位置 现在杰斯在绕 杰斯怎么在绕 大家得看NOVA的先手呢 杰斯要绕吗 现在正面开了呀 卢不拿掉了 真面感觉被突破了 坏了这波团战感觉要爆炸了 杰斯库绕后没有任何的意义 真面三个人全被击杀掉 而且这两个还要再拿走 这两个 哇小叔 有风拉扯一下小张 快了 进去爆发伤害非常好 但周周没有死 但是周周还能再打吗 大叔在扛塔绕了一圈 法也没机会 真面目突破 中路塔也掉了 大龙没了 大龙直接就掉了呀 这波为什么两个人都在绕啊 这油里看不懂啊 感觉都啊 这这部团的处理 说实话 有大问题 真真的是有大问题 嗯 鳄鱼其实被卡位置是能接受的 但 不是 杰斯这波真得一比较绕 杰斯肯定得站这边啊 教阳了乱战开启 闪人过来 拼小军 那种 讲到啊 这路之前被 被杰斯一炮给拿了 量纪翻转 呃两边这个BO7的第三把 学姐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比赛啊 不是关键 这 啊 这也可以吧 我只能说现在 两个对手都冷静一下 都得冷静一下 不能再乱了 坏了 这个局势我感觉一下子又变了 又确实又变了 这风向 风向飘一直在那标来标次的 上二塔下一塔都能亏 这波NOVA应该能打回来 四五千的经济 是的 这经济又全回去了 而且不能再被开再被秒 感觉要一波的 这波不能再死人了 哎 这太难道 直接先给了给出去 没人能跟 这不想出去反打吗 因为有有兵线压力啊 出不去 嗯 只能说TT在 就打回来 优势的一个情况下 也犯了不失误 就小白直接被秒掉了 如果他们直接 所有人过去打大龙 不能打大龙的话 这波大龙一定能拿下来 是 呃 但没想到啊 可惜没有如果 就能一个大龙再把SMY给炸回来 直播炸炸得很漂亮 先把大树给解决掉 正面再一个吃了中锋顶过去 上路 下路的两相单也打 直接叫他跑路 开车路的冲击 但现在就是打5啊 要叫杨吗 叫杨逼退位置 扬起了两个人 EZ教练打伤害 把下路的高地塔给拿到 再过来转中路 现在转线的能力很强 将推激况 直接是把心都给穿死了 那这波 行吧 TT这波手 算是守住了中路的高地 算是稳住了 嗯 还好没掉两路 第二路还是在能 可接受范围内 而且现在毕竟没轮回压力啊 对 因此有一条龙 所以说第三条龙给也就给了 但是经济 又被撇开了 原本已经几乎追平了 然后现在又被拉到6千 男爵之力收益直接5千7 这把确实感觉 两边打的中间处理都稍微有一点点仓促 有点有点乱 机会给的都有一点点多 但现在来到了一个 Nova有优势的一个阶段 Nova这个进攻应该会 稍微慢一点点了 嗯 不能再给机会了 因为TT这个阵容找机会能力太强了 就Nova这个阵容 他们打团还是那个 你阵地站的阵容一定得占好位置 不能再去所有人都在那里绕 怪绕中路直接门户大开被开 确实 就内部队开的真的莫名其妙 内部太离谱了 说真的太离谱了 所以这个开的莫名其妙了 而TT反而是要在侧面看能不能够撕开Nova的防线 当然他们现在的爆发 应该也够吧 因为泽力装备很好 是的 这把奎拉斯的发育还是不错的 作为TT唯一一个对位领先的选手 下路云去单防盖伦 还要把兵线往里送 现在的目标其实就是下条大龙了 嗯 就现在最大压力对于TT而言啊 就是这条大龙 即将刷新这条大龙 在下路这条线极差的情况下 其实会有一个人要批于守线 对 现在马上 大龙和第三条小龙都要刷了 中间可能差一个十秒的一个timing 看这个十秒的timing Nova有没有点子 但如果抓这个十秒过去抓大龙 我觉得有点太困难了 这十秒有点太高了 对 但足够他们把视野给抢回来 现在借着大龙又来开 开SMY SMY点防带闪直接溜 但被扬了起来 但这个位置肯定还想死啊 SMY 2L的闪现过来 虽然转了个激魔带 这边已经处理掉了 周周同时去接后排 要看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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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崩了 这一波又是TT的一波机会 相当机关灭出了两个人 大龙打不了 拿小龙肯定是稳了 又被TT一波打回来了 我觉得这波周周机会找的太好了 周周在身边直接是把星斗给秒掉了 周周找的好是一方面 而且这波其实你会发现小招有个问题 他闪现过去补人头 然后补了个寂寞 他闪现空胶 但是这不就有机会 SKY SKY站了出来 只把他给秒掉了 别给草 所有的输出位置有点危险 果子救不回他 只要SKY 两个人二打二的残局 控制底枪 拉扯一波 但是SKY说不定很能打 所以现在NOWA的两个人只能往后撤 毕竟对面两个是单线啊 得赶紧溜一下 得赶紧溜一下 得拉开了 不用点探草 又犯了一波大失误 困困 但下路的兵线对于TT来说压力确实很大 而且球总在复活之后 NOA是有机会抓这个time来动大龙的 小白还有20秒 这波NOA很有机会把这个大龙拿下来 硬来把 不是他绑进来了 他绑进来不是直接白给了吗 这个位置没人能救他 你给了 叶人之后三要交给大招 勇恩虽然有风 勇恩风吹下来 大招这给他了一刻 而盖伦这个位置被追的打 感觉没什么脾气 大招一丝没抓好 但是勇恩太能打了 去再追一个风 能再下来吗 这边虽然说硬下来 但是没有办法换人了 那这样远古龙现在胜负了 这样就是远古龙决胜负了 决胜负了 这个 我仿佛在看这第一局的选边局 是的 两边打不停 对 但是在远古龙这个前提条件下面 我觉得NOVA应该会利用自己的大龙buff加上 下路天然优势剑做点文章 他们甚至想直接过来动远古龙 小白其实是活着的 我感觉NOVA不敢动到底吧 我觉得不能动到底吧 但是TT这边 啥 在抓人 在这边真的动到底了 对面在打远古龙 不要龙了 结果来打 大老过去有精神 抓死了SKY 但是远古龙 这双龙会让给了NOVA 双龙会给到了NOVA 没有杰斯的情况下 确实感觉首先压力没那么大 但他们得小心九种的开团 呃 TD这一波的选择啊 不知道 现在现在不能说到底是对或错 对 要看他们接下来处理了 我感觉给远古龙 抓一个杰斯 然后以中路高低为代价 目前来看感觉不赚啊 他们这波还没大 他们这波大招还没 要以多打扫吧 这波无都无打四 能把团开起来的话还好说 SKY再绕了 大树是可以绕的 现在要直接过来 还推敲了 现在要先开了 危险想要有点低 过来找找一个永远永远 金飞表了 远古龙的斩杀 直接表掉了九种 二点后去盖伦三 换掉了一个 但泽利的输出位置很危险 泽利 应该打到 所有的竞争弹幕 杀死了比赛 那这样 暗示好错 要被追出去 应该还没有了 应来点击地就能赢 远古龙啊 所有最后的三杀 帮助NOVA 赢下了这场激烈的大乱动 恭喜NOVA 所以说问题来了 这个选择真的赚吗 从结果论来说 最后的决策问题 我觉得是有的 包不断的呀 但我觉得 其实在临场的一个判断上面 你到那个阶段了 选手自己下判断 对 TT本身也少人嘛 你要过去的话 也是一个四打五 顶左杰斯 对 杰斯